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三百四十一集 一听怒龙竟拿清麟的名誉来发誓 萧嫣顿时不乐意了 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不不不 在妖族 你们的老祖宗才是至高无上的 所有妖族之人无不奉若神明 你要发誓的话 就拿你们老祖宗的名誉发吧 你 怒龙顿急火气上涌 心到自己已经退让好几步了 这小子怎么还不知好歹 简直混蛋至极 可一看混沌不灭 低头沉默不语 怒龙以为混沌不灭也赞成 只好憋下一口气说道 哼 拿老祖宗的名誉发 就拿老祖宗的名誉发 老子光明磊落 还怕了不成 怒龙性急 当即立下誓言 我 妖族怒龙 在此发下毒誓 若此二人对战时 我趁人之威 则万雷红心 永世不得超生 老祖宗在上 可以作证 然后气吼吼地问道 混沌不灭 这样总可以了吧 混沌不灭 晃了一下神 抬起头来 嘴角勾出一抹 无奈的糊涂 其实怒龙 完全误会 混沌不灭了 无论是用 妖族圣女的名誉 还是用 妖族老祖宗的 名誉发誓 意义都一样 混沌不灭 并没有太大的所谓 他刚才只是 咒文怒龙 提及妖族圣女 想起了之前 收到的消息 说妖族 将会因圣女回归 而实力见增 一时间陷入沉思而已 却没想到 被怒龙 当成了对 硝烟建议的默认 既然如此 混沌兄 请 硝烟后退术部 拉开一个 适当的距离 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龙翼 静无尘 与怒龙三人 同时拾去地 退出树里 为两人 流出对战范围 龙翼 与静无尘的 毛子中 闪着兴奋的光芒 非常期望 硝烟能继 连败单兵宴 真剑后 再胜混沌不灭 而且此战 关系到混沌不灭 是否加入几方队伍 所以 两人又有些紧张 怒龙则双臂环抱 吃笑着望着硝烟 想看看这个狂妄的家伙 一会儿会被混沌不灭 打成怎样一副 满地找牙的惨样 混沌不灭 非常轻松随意地 踏前一步 头微微点了点 算是应战 硝烟也不计较 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 提醒了混沌不灭一句 混沌兄 还请全力以赴 此战方才淋漓畅快 有 还真把自己当个爵了 混沌不灭 在心中冷笑了一下 可下一刻 他的脸色就变得凝重起来 牟子中战役在线并剑农 因为硝烟的手中已多了一把锯齿 汹涌的天火在齿身上蔓延 令空气变得燥热起来 硝烟身边的空间甚至布满了无数细小的裂缝 天火之力 这小子竟然能掌控这么强的天火 好 越强才越有意思 来吧 混沌不灭心中赞赏 不再倾敌 连跨树步 一拳缓缓轰出 拳势虽慢 但强劲的斗气 却让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 硝烟顿时赶到来自周边空间的压力 举手投足 居然受到了几分阻止 冷哼声中 硝烟斗气爆发 挣脱了权力的压迫 身躯高高跃起 天火横骨齿 直批混沌不灭 凌厉的齿风中 有阴隐的阴暴声 哦 能这么快就摆脱 还不错 混沌不灭踏步错身 闪过硝烟的重齿 右拳斜着雄厚的斗气 右击向硝烟的左肋 硝烟凝身避过 重齿反撩混沌不灭的双腿 好快的反应 连逼我两招 还能对我反击 看来真是小瞧了他 混沌不灭心中威力 脚步击退 双拳合击 对着地面猛的一轰 一根尖锐的石柱 从硝烟所处的地面突然刺出 斗气 硝烟身形速闪向后 看着后退的一路上 接连凸起的一根根尖锐石柱 如复古之鞠一般 追着自己不放 又瞥了一眼 脸不红气不喘的混沌不灭 心思极转 他居然掌控的是土之属性 他借助大地之力释放石柱 消耗的斗气极少 如果我一路后退下去 将极为不力 想到这里 硝烟一个寒凶收腹 闪过在面前突起的石柱 身形不再向后平略 而是双脚护点 直拔向上 土之属性 立足大地便可借助大地 源源不断的力量 可要让石柱 拔高追击高空中的硝烟 消耗的斗气 就远远不是之前所能比拟的了 当见到硝烟拔空 混沌不灭就知道 自己此斗气已然被破 所以他干脆地收起了斗气 抬手冲硝烟竖了个大拇指 这倒并不是完全因为硝烟破了他这个斗气 还因为他的出手 已经使出了六分实力 可还是无法奈何硝烟 这说明什么 说明硝烟确实与他有一战之力 见硝烟对战混沌不灭游刃有余 龙翼的笑容瞬间绽放 对硝烟的信心更甚 静无尘斜眼看着脸色轻一阵红一阵的怒龙 一股快感悠然而生 嘿嘿 见识到硝烟的实力了吧 看你之前那副趾高气扬的样 小爷我就不爽 现在才过了几招 混沌不灭就对硝烟竖起了大拇指 这下看你还敢小看我们 在我们面前摆威风不 暮龙呆呆地望着玉树临风般 站立在半空的小爷 满脸不可置信之色 根本就没有留意到 静无尘投来的嘚瑟目光 暮龙的实力比静无尘和龙翼高出不少 自然比两人看得更细 可正是如此 他才越吃惊 能逼退混沌不灭 说明其力量 能够对混沌不灭产生危险 能快速感应到混沌不灭的斗际爆发 说明其反应极其敏锐 能在接踵而至的石柱追击中 极快想出破解办法 说明其臂身经百战 对战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他见招招 应对从容 显然还未尽全力 这样看来 他绝对犹豫 混沌不灭一战的本事 就算落败 也绝非一时半刻之事 可笑我之前还勃然大怒 威胁说一把能捏死 真他娘的成了笑话 想到这里 怒龙艰难地吞咽下一口唾液 脸变得烫了起来 可心中也生起了一丝困惑 这小子战力如此不俗 爱说绝对非岌岌无名之辈 可为什么我从未听说过 这次进幻境的超级天才中 有这样一号人物呢 就在这时 半空中始终保持着 淡然微笑的硝烟开口了 混沌兄 刚才只是热了热身 接下来该全力以赴了 不然怒龙兄会等不及的 硝烟特意加重了等字的语气 顿时让怒龙的脸更烫 怒龙的胸膛剧烈起伏 他美好气地回了硝烟一句 小子 老子承认之前是看走了眼 可你也别得意太早 要得意呀 等你打赢了混沌不灭 再得意不迟 你要真有本事打赢混沌不灭 老子给你磕头认错 又有何妨 这叫什么话 文言的混沌不灭 历险不悦 心中有了几分愤愤之意 他对硝烟赞赏不假 但那仅仅只是赞赏 若说硝烟能赢得了他 他认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别说是硝烟 哪怕是对战其他几位绝世天才 他也从未想过自己会输 对于这一点 他自信满满 如今骤听怒龙如此之言 他怎能不愤 可硝烟心中却微微一动 怒龙身为绝世天才 能坦言他自己之前看走了眼 这让硝烟对怒龙顿时有了几分好感 硝烟朗声大笑道 那怒龙兄可要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哟 怒龙没想到硝烟还当真了 愣了一愣 随之重重的一拍胸膛 哼 这里这么多证人 你还怕你赢了混沌不灭后 老子不认账啊 话落 怒龙眸中一抹得意之色 悄然闪光 哼 你小子想让老子难堪 老子就借机激怒混沌不灭 让你小子好好吃些苦头 果然 见两人拿自己的落败来打赌 似乎自己真有可能输掉这场对战一样 混沌不灭的脸顿时阴沉起来 唉 好 好 很好 混沌不灭似乎要将心中的怒意宣泄出来 一股僻逆天下的气势随着几个好字 从身上喷波而出 那我们就不要让怒龙兄久等了 一样的等字从混沌不灭口中说出 却是不一样的味道 硝烟是讥讽怒龙之前的嚣张 而混沌不灭是要快速挫败硝烟 好给胆敢拿自己会落败来打赌的二人 一个响亮的耳光 龙翼有些愕然地望着斗嘴的三人 而静无尘心里却乐翻了天 因为他突然发现 绝世天才居然也会像常人一样 会置气 会斗嘴 会使幸福 似乎跟自己也没什么不同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自己 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样的高不可攀 既然混沌兄也不想让怒龙兄久等 肖某自然恭敬不如从命 天火冲天而起 煞时间将硝烟笼罩 硝烟好起万千 气势在此与巅峰状态下的混沌不灭 不相上下 让混沌不灭和怒龙惊恶不已 混沌兄注意了 喝声中 硝烟极快地从天火的笼罩中闪出 下一瞬间 已经到了混沌不灭身前 天火横骨齿 在空中划出一道清灰色光影 凌空而下 拍向混沌不灭的脑袋 好快 混沌不灭心中刚来得及惊诧 已经无法躲避 在近风压顶之际 混沌不灭眉头一簇 双臂交叉 固在头顶上 鳞片展现 砰的一声温响 众齿拍中了混沌不灭的双臂 混沌不灭文丝不动 良机一瞬即逝 混沌不灭自然不会放过 趁着硝烟的众齿 还在自己双臂上 他右腿上扬 猛地踹向硝烟空开的胸膛 这一脚要是踢时 以混沌不灭的力量 硝烟必定凶陷骨折 好变态的防御 天火横骨齿 竟无法伤其分毫 硝烟眼眼角连跳 立刻复胸一收 尽到前途 整个身躯向后平移树齿 避过混沌不灭的强力一击 紧接着在空中一转 再次逼近了混沌不灭 只是硝烟这一次并没有急于攻击 而是围着混沌不灭 快速急转 动向难以猜测 几次挥拳都被硝烟轻易避过 混沌不灭 眉头深深皱起 竟然这么快就找出了我的弱点 这家伙的临敌反应 强得令人折舌呀 确实 几个回合的交手下来 硝烟立即就发现 混沌不灭的力量和防御 虽然极强 但速度与敏捷 却略显不足 一定对游斗的方式最为厌烦 对手最厌烦的 当然就是他要去做的 不过 如果因此便以为 如此就能让混沌不灭束手无策 那就太小看他了 混沌不灭抬起左脚 狠狠向下一步 顿时 一圈圈波纹 肉眼可见的 向着四周蔓延开来 所过之处 一片土黄色 仿佛其深周的空间 都化成了一片黄沙 深至其中的硝烟 顿时感到身形一致 原本迅捷的步伐缓了下来 混沌不灭抓住战机 拳风破空 下手毫不留情 面对在瞳孔中迅速放大的拳头 硝烟眸子中 闪过一抹诡异的笑意 他将身形略微拔高 曲腿 用膝盖 不是正对 而是角度略略朝上的 影响了混沌不灭的重拳 敢和我凭身体强动 那我就先背你的腿 混沌不灭面线补血之色 拳头去世不变 轰中了硝烟的膝盖 拳头与膝盖硬汗 只听砰的一声 但却没有混沌不灭预料中的 骨骼碎裂声和硝烟的惨叫声 而且硝烟也没有被轰得倒飞出去 他借力在空中一个后滚帆 斗气猛然爆发 重池已经挥出 石上的天火 化为几十条火龙 将混沌不灭 完全笼罩 此刻混沌不灭全时已老 而且人还处于错愕之中 这一小子的肉体怎么会这么坚韧 与我硬拼竟没有骨骼尽碎 而且力量还那么大 居然没有被我轰飞出去 我可拥有魔兽王者的血脉 力量和身体强度 使任何种族都无法比拟的呀 混沌不灭百思不得其解 呆滞了那么一刹那 但就是这一刹那 硝烟麾下的重齿 已经离混沌不灭的脑袋 仅有数寸之遥 完了 没想到这混沌不灭 竟被我的力量和身体强度惊恶住了 这一下砸下去 它能抵挡吗 硝烟心念皱动 但它这时已经来不及收手了 千军以法之际 到底是混沌不灭 它在重齿就要击中 它脑袋的那一刹 回过了神来 全身顺及鳞片覆盖 同时一副土黄色的铠甲 将其从头到脚裹了个严严实实 天火横骨齿 结结实实地 砸在混沌不灭额头上 几十条火龙 也从不同方向 轰中了混沌不灭